哈喽我的家回家了 今天要包包子 我姐在给我切葱子 最近把它发好了 面粉和糖和酵母的比例是100比1 然后温水少量多次 给它拌成这种稀稀的状态 发酵两个小时盖住 然后就可以炒馅 肉末先给它炒一半 哎呀甜面酱 我放了有甜面酱 老抽蚝油可以给它多放一些 这样包出来会有味儿 这样一半一半对在一起 把葱倒进去 香香的 揉面 揉一下 感觉是那种小团子 轻轻扯一下它就开了 你就不用用擀面杖了 然后自己吃你就多包一些很好吃 这个包子比较丑就不叫削了 然后水开放包子蒸二分钟 你要看着锅 不要让它蒸干了 水苦很丑 刺密骂赛 摆开这一下 真的好香 当初有点烫醉皮子 但是味道真的很不赖 就是有一种 在包子店干了十年的味道 相当好 因为是我自己包的 所以我把那个馅包特别短 我感觉 不比外面的差 是不是 比外面的好吃 个个都透油了 才能给大家看看 超可怕 相当热的 还欠缩 差不多 你们眼睛 很不舍化 非常好 原来 确实 还不讨定 打在 我要用 随 我调的这个汁子也是很酸很辣 很咸 这个才叫新鲜出炉的大包子小包子 还有个用 来吧 这个好 这个这个是小鸡香 一共18个包子 还剩8个 你看馅包多满 这里用灌满汤 三汤配小龙包最好吃 我们以前就是一点醋加一点辣椒 蘸小龙包 香死 我今天加了一些别的调料 拜拜大家 我吃饱了 我姐还能吃 让她吃吧 拜拜 拜拜